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安以轩中国台湾女演员、歌手。 基本信息 安以轩,1980年9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 中国台湾女演员、歌手,毕业于台湾观光学院。 2000年,凭借偶像剧《麻辣仙师》出道。 2003年,主演了动作喜剧片《中国功夫少女组》。 2004年,因主演偶像剧《斗鱼》而受到关注。 2005年,主演了古装玄幻剧《仙剑奇侠传》,由此被内地观众熟视。 2006年,主演了青春偶像剧《车神》。 2007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I'm天乘坐》。 由此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地区最佳新人奖和9家2音乐先锋榜2007,最受欢迎女新人提名。 2008年,主演了民国情感剧《云娘》。 2009年,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夏宜战》。 《幸福》。该剧连续19周获得台湾同时段收视冠军。 2010年,参演了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2》,并为电影演唱了主题曲《爱过》。 2011年,主演了古装宫廷言情剧《后宫》。 2012年,出演了都市爱情喜剧片《结婚狂想曲》。 2014年,主演了爱情喜剧片《好命先生》。 2015年,主演了年代侦探悬疑剧《谈花梦》。 2016年,凭借浪漫爱情电影《我是处女座》获得了第八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 中文名安逸宣外文名安别名,吴若宣国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台湾省台北市,出生日期1980年9月29日兴。 座天秤座血型O型身高,165厘米毕业院校台湾观光学院职业演员。 歌手经纪公司华裔兄弟传媒集团代表作品《下一站》。 幸福、斗鱼、仙剑奇侠传、独孤天下、以天图龙记、雪山飞湖、云娘。 古今大战秦永晴主要成就9家2音乐先锋榜2007,最受欢迎女新人。 第八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地区最佳新人奖。 Yahoo! 奇摩搜寻2010电视剧女演员奖。 第八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原名吴文静。 2000年,安逸轩凭借偶像剧《麻辣仙师》出道。 2003年,与陈坤、袁永怡、林依晨等合作,主演了由王玉雅指导的动作喜剧片《中国功夫少女组》。 安逸轩饰演生性胆小的青春少女黄依依。 2004年5月24日,与郭品超、蓝正龙、张勋杰等共同主演的偶像剧《斗鱼首播》。 安逸轩在剧中饰演天真无邪的少女裴雨燕,由此受到关注。 7月底,安逸轩出版了个人第一本写真书《我不乖》,9月29日。 与郭品超、罗志祥、张勋杰等合作主演的偶像剧《斗鱼2》上映。 2005年,与胡歌、刘亦菲、刘品颜等联媚主演了由李国立指导的古装玄幻剧《仙剑奇侠传》。 安逸轩在剧中出演泼辣有力、古灵精怪的林月如,由此被内地观众熟视。 2006年7月4日,与黄晓明、孙海英、如平等任领贤主演的古装剧《大汉天子三》播出。 安逸轩饰演霍去病与秋缠的女儿霍奇莲,8月8日,与陆毅、赵薇、李薇等共同主演的青春偶像剧《车神》首播,安逸轩出演天生聋哑却心地良善的《敖阳倩》。 2007年1月10日,与陈道明、胡军、佐小青等合作主演的历史剧《卧心尝胆》播出。 安逸轩在剧中饰演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四》,5月13日,发行了转战乐坛的首张个人唱片《I'm天乘座》。 并由此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港台地区最佳新人奖和9家2音乐先锋榜2007最受欢迎女新人提名,6月6日。 与林峰、陈怡荣、方忠信领衔主演的时装爱情剧《爱情星呼吸》首播。 饰演天真俏皮、不享受工作束缚的80后范丽莎。 9月24日,与胡冰、傅淼、黄维德等共同主演的爱情偶像剧《超级男女》播出。 安逸轩饰演感情丰富、喜欢幻想的小说作家杜小凤。 2008年1月1日,与聂远、朱音、钟心童等联合主演的武侠剧《雪山飞狐》播出。 安逸轩出演出《沉托俗》、心地善良的苗若兰,1月21日。 安逸轩签约内地华裔兄弟时代文化经济有限公司,2月11日。 和冯绍峰、刘雪华等联媚主演的民国情感剧《云娘》在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 并拿下档期收视冠军。 安逸轩在剧中饰演温柔善良、秀外惠中、执着而又隐忍的主人公云儿。 2009年1月22日,与冯绍峰、伊能静、李彩化等共同主演的民国情感剧《索青秋》播出。 安逸轩扮演善良、聪明却又命运波折的女人杜兰烟,10月4日。 与吴建豪、徐伟宁、吴康仁领衔主演的青春偶像剧《夏宜战》、幸福首播。 饰演天性善良的《便当魅梁牧成》,该剧连续19周获得台湾同时段收视冠军。 安逸轩也凭借该剧获得了《Yahoo!》。 奇摩搜寻2010电视剧女演员奖,10月23日。 与邓超、刘静等连魅主演的古装武侠剧《以天图龙记》首播。 安逸轩饰演风情万种、机灵剔透又足智多谋的赵敏。 2010年,参演了由冯小刚指导、葛优、舒奇、孙洪蕾等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2》。 并搭档陈楚生,为电影演唱了主题曲《爱过》。 2011年1月1日,由居觉亮指导、张寒宇、李宗翰、胡东等主演的古装剧《水浒传》播出。 安逸轩饰在剧中出演了《北宋》《明记李诗诗一角》,1月4日。 与杜淳、罗嘉良等领贤主演的古装严情穿越剧《古今大战秦永晴》播出。 安逸轩在剧中分饰三角,7月28日,安逸轩在《游张记》中指导的魔幻。 古装神话剧《西游记》中出演了《世邪女腰白古经》,9月30日。 安逸轩与冯绍峰、杨怡、吕逸等共同主演的古装宫廷严情剧《后宫》播出。 其饰演了《未报恩而冒名》入宫的乐宫局女官邵春华。 2012年3月9日,于李承炫、黄亦菲、洪剑涛等连媚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片《结婚狂想曲》上映。 安逸轩饰演《因患上婚前忧郁症》而导致喜怒无常的恨嫁女月琳。 12月29日,安逸轩搭档胡歌出演的都市单元剧《喜宴》播出。 安逸轩化身机车酷Girl。 2013年4月4日,参演电影《钟烈阳家将》上映。 2013年7月17日,于孙艺舟领衔主演的都市励志剧《全民公主》播出。 安逸轩饰演一身傲娇公主并的富家女周晓彤,10月22日。 安逸轩搭档于郑主演的年代爱情剧《边关风火情》首播。 出演泼辣倔强的《陕北女汉子杨粪淡扬》,11月22日。 与吴燕祖、任达华、姚晨等主演的悬疑电影《控制》上映。 安逸轩饰演沉浸于爱情的《小女人秘密》。 2014年6月2日,安逸轩语言易宽领衔主演的古装动作奇幻剧《海上思路在无溪水浒城》正式开机。 这是安逸轩第一次接拍海上题材的电视剧,7月6日。 与贺军祥、傅新博、贤子等共同主演的青春浪漫爱情偶像剧《真爱遇到他》首播。 安逸轩饰演外号养猪妹的农会超市总干事王曼玲。 8月15日,与陈小春、刘化、倪景阳等连妹主演的爱情喜剧片《好命先生》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经历过数起离奇婚姻的单身辣妈秦思思。 9月末,安逸轩受邀赴法国巴黎观看了巴黎时装周夏资辰大秀,12月2日。 出席时尚先生A Square年度盛典,获得了年度封上女艺人奖。 2015年7月21日,与陈子涵、蒋义合作主演的古装传奇剧《金钗蝶》播出。 安逸轩饰演青春靓丽又古灵精怪的多罗惠哲郡王之女彩蝶,12月31日。 与乔振宇、郭晓婷、王伟等连妹主演的年代侦探悬疑剧《谈花梦》播出。 安逸轩饰演帅真可爱的刑侦处警员欧阳倩。 2016年6月20日,与陈学东、影儿、京钞等人共同主演的《青春励志碟》占据解密首播。 安逸轩饰演虽是女儿身,却拥有十足的男儿性格的女老板沈渝。 6月30日,参演的奇幻偶像剧《半妖青城》播出,11月25日。 与安宰贤、方忠信等领贤主演的浪漫爱情电影《我是处女》 播出上映。 安逸轩出演《处女》做茶餐厅电《长夜小萌》,并凭借该角色获得了第八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 2017年4月21日,宇珠一龙、侯京剑、郭燕等联媚主演的都市情感情喜剧《欲解归来》开播。 安逸轩饰演独立,果敢的EMT国际金融财团,唯一继承人艾米尔。 2018年2月21日,参演的古装宫廷偶像剧《独孤天下》首播。 安逸轩在剧中饰演为保全独孤家而抛弃爱情,嫁入北州皇室的独孤般若。 安逸轩的父母在他很小时就已离异,他和爸爸住在一起,爸爸是经营保全公司的。 从小对他管教慎严。 安逸轩是家里的长孙,有一大堆堂表弟弟妹妹。 奶奶和姑姑们在中校东路开了几家泡沫红茶店和游乐场。 安逸轩本名吴文静后改名吴若轩,入行之前他找师傅算笔话,和八字。 起了安逸轩这个艺名。 安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而后在师傅开列的一串名字中包括以荣、以欣、以婷等,他选了以轩二五。 2010年底,安逸轩与在中国发展的韩国男艺人李承轩因和拍电影《结婚狂想曲相恋》。 2012年底分手。 2014年底,安逸轩与陈荣恋正式交往。 对方系澳门德晋集团总裁,靠房地产和博弈起家。 2017年3月15日,安逸轩通过微博宣告与陈荣恋的婚讯,6月5日,在夏威夷举行婚礼。 2018年3月22日,安逸轩患病入院术后报平安,开始静养,暂停工作。 2019年3月15日,安逸轩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了已怀孕的消息。 7月18日,安逸轩通过个人微博宣布生子喜讯。 2020年6月5日,安逸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宣布怀二胎。 预产期在年底,10月29日,安逸轩二胎在微博分享二胎禅女喜讯。 2022年1月29日,陈荣恋被曝非法洗钱,遭澳门警方逮捕,2月7日,陈荣恋被捕后。 安逸轩过上了以泪洗面的日子,极度伤心不吃不喝。 加上安逸轩被警离乡跟着老公在澳门生活,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8月4日,有消息指出,检察院已完成一人安逸轩丈夫。 钱德进集团行政总裁兼澳门丽郡主席陈荣恋的控诉书,正式提出控诉。